從臺灣來看到目前桃園醫院群聚感染 已經累積了十三起的本土病例 現在外界也在檢討說 那麼院內的管控措施 跟防火牆的圍堵SOP 昨天已經擴大隔離了九百六十七人 也讓陳時中是連九天都親上火線說明 但是國內的醫師也認為說 這個第一時間匡列跟採檢 隔離的對象範圍是不夠廣 也不夠快 才會造成確診個案 還能到處趴趴走 增加社區風險 又是名產店 又是素食店 甚至還有人來人往的市場 這些因為桃園醫院群聚感染 而確診的個案 足跡遍布桃園各地 這表示說我們對親密接觸的 第一可能要注意 因為在院內感染發生的時候 它不只是面對面的 可能發生的非目傳染 還有說如果是病毒污染的醫院的環境 那經過間接觸傳染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簡單來說 時間到序 如果當初在第一時間 法案838確診醫師 所有工作接觸對象 和這些醫護人員的家人全部狂烈 是不是就能降低病毒 對社區的衝擊 醫院是高風險地區 每個環節都得靠著醫師的警覺心 不只是照顧患者時嚴守SOP 更有自己對健康狀態的察覺 尤其新冠病毒初期症狀不明顯 一不小心就會讓小細鳳成了大漏洞 新冠病毒的感染 尤其在初期的時候 超過一半的人是沒有發燒的 只要你有接觸的一個問題 那你即使是簡單的咳嗽流鼻血都要趕快 雖然指揮中心後續加強回溯 積極補上可能的漏洞 降低社區感染風險 但專家認為回溯 還是有一定程度的難度 疫情的整體變化 還是要持續觀察 華爾街新聞聯亞宋一張特別報導